第39集 好心的木桶和感恩的狮子 米克什·克隆斯基马戏团演了好长时间的受到惩罚的乱图瞎化者 有时候也换着炎炎神秘的公帽 因为人们从老远赶来点着名要看这个戏 团长米克什并不因此而生气 他至少还不用考虑编排新剧 叫小猪巴西克和山羊波贝斯扮演新的角色 教会他们扮演角色可不是个轻松活 所以当百兽之王 厚洛德斯大叔要求米克什也给他编个戏 说他也还想登台表演的时候 米克什感到十分的惊讶 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 石子洛克德斯原来病的是很重的 身体虚弱的只能勉强站起来 给他治病钱又不够 米克什回到马戏团开始赚大钱之后 便请了最好的医生来给霍罗多斯看病 很快就使他恢复了健康 我还得补充说明一句 寿王大叔呢也很听医生的话 一切都照他的吩咐去做 早睡早起按时服药 有吃饼干 有喝汤和果子露 汤浆鱼油 从来不像有些娇气的孩子那样 哼哼唧唧的 好心的米克什 无法拒绝这头老狮子的请求 答应为他编一个好看的神话故事 让他在里面扮演一头感恩的狮子 米克什也很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他叫霍罗多斯和弗朗达库尔丹 排演了一个关于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的戏 这是一出很短的戏 因为老狮子体弱 坚持不了太长的戏 可是他还是非常的高兴的 因为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又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了 米克什决定把这个神话故事 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 在舞蹈 奇术 魔术和小丑表演之后 老狮子突然想起来要跳圈子 哦 我的老天爷呀 米克什听到这个要求吓了一跳 盛王大叔 连一只小圈也跳不过去呀 这不明白了要出洋相吗 后来他还是想了个办法 让狮子跟观众都能满意 到了该演出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那一天呢 马戏团场地坐满了观众 帐篷都快起破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等着看新戏 赵丽世 现表演魔术 反跟头 奇术 也让霍洛多斯把他现有的技巧表演了一番 可是在他登台之前 团长米克什出面请求尊敬的观众们 不要笑话老狮子霍洛多斯大叔 说他已经很老了 但他还想演出 不愿意白吃人家的面包 对前面的演出已经感到非常满意的观众们 对米克什的话抱以热烈的掌声 表示完全谅解 将以宽容的态度 对待老狮子力所能及的表演 这样一来呢 米克什团长便不再担心老狮子的表演 会给马戏团的脸上抹黑了 他快乐地示意 给他把圈子摆到台上来 然后放狮子上台 守王大叔登台的时候 受到了雷鸣般掌声的欢迎 米克什清楚地看到 狮子高兴极了 他把圈子放在地上 像一位老训兽员一样 对狮子喊道 准备 阿跳 老狮子慢腾腾地 从圈子中走过去 还得意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观众 观众鼓掌欢呼 哦啦 差点没把马戏棚子给掀掉 观众们自然也乐得哈哈大笑 有一个小孩冲着舞台喊了起来 哦就这么点本事啊 连我们家的老山羊也会 可是老狮子 没听见这个话 那骄傲地抬着头 得意地捋着胡须 棒极了 米克什夸了他一句 拍了拍他的屁股 悄悄对他说 请下台吧 圣王大叔 我们得赶快 为神话故事戏做准备了 波罗多斯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 骄傲地走下了舞台 马戏团的各类表演已经结束了 短暂地休息之后 演出了新戏 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诗子 铃声一响 演出就开始了 目不拉开 舞台上出现了 长着棕榈树 仙人掌 和立着大师堆的非洲风光 在师堆之间 有一小群绵羊 在吃草 有一个小木童 看管着 孩子们马上认出 哦 它是瓦朗达 霍尔丹 小木童在专心地 读一本旧日历 根本没有注意到 有只大狮子 正慢慢地走进羊群 正当 它想要扑向 最近的一只羊的时候 突然 发生了一件倒霉事 也许是有根刺 扎进了它的前爪 因为它突然用后腿蹲着 使劲地吼了一声 它受伤的前爪之摇晃 或向小孩的手挨了扎 哦 我的天啊 狮子 小木童惊恐地叫了起来 它把旧日历往地上一扔 连忙跳到了附近的一棵棕榈树的后面 只是羊群 还是一无所知 仍然在安安静静地吃着草 我的老天爷 小木童躲在棕榈树后 焦急万分地说 这下我喝完了 一头安静的狮子就已经惹不起了 何况 这还是一头爪子被刺扎了 露气冲天的狮子呢 我本该乖乖地待在家里 奶奶的身边呢 这毛头狮子肯定会像吃苹果一样 把我吃掉的 可怜的小木童哆嗦的 连整个舞台都好像在抖 成年观众看了直乐 孩子们却真的被这小木童担起了心 他们轻声地对小木童喊 嗨 弗朗达 快跑吧 现在狮子顾不上你 快跑 别让它吃掉你 它比波贝是更厉害呀 可是情况啊 并没有那么糟糕 狮子停止了咆哮 把爪子伸向了小木童 想是求它 给它把刺拔出来 见小木童害怕 没有勇气靠近它 便用三只脚走到一头绵羊的跟前 用一只脚抚摸这只羊 好让小木童看见 它是连绵羊也不欺负的 然后又叼了一根棕榈树枝 在嘴里来回地摇晃 同时有好的摇动着尾巴 这样一来啊 小木童鼓起了勇气 怎么样呢 小木童鼓起勇气对自己说 在等待什么更大的友好力证了 它大胆地走到了狮子的跟前 一下 把它脚上的刺拔了出来 狮子吐出了树枝 用舌头舔着爪子上的伤口 像一只猫鸟温顺 小木童从狮子那儿走开 坐回它的羊群那儿 免得观众以为它还想要为这点救护功劳 从狮子那儿得到点什么报酬呢 过了一小会儿 狮子停止了舔爪子的动作 走下了舞台 但是最后 它还回头看一下小木童 有好的摇摇尾巴 这才从容离去 第一场就结束了 木过下来了 观众对小木童和老狮子的表演 都感到很满意 抱一热烈的掌声 接着响起了欢快的进行曲 第一场结束后 鹦鹉们为观众来点了个小插曲 它讲了些笑话 在它老小的那根棍子上 连帆带滚刀 做了精彩的表演 跟小孩们说了好几个谜语 让他们猜 还问他们 狮子大概会怎样抱大这位小木童呢 孩子们的猜想真是五花八们 有的说 狮子会把小木童 驮在背上 在非洲 逛上一个礼拜 有的说 狮子 会给他买块金表 买新衣服 买一袋糖果 买了小汽车 还有的说 狮子会给他买个口琴 买一个球 等等 这样呢 休息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铃声响过第一遍 等到响第二遍 幕布又拉开了 舞台上不再是非洲风光 而是马戏棚后面的一部分 是用马戏车围起来的 这是马戏团中的小马戏团 舞台上的小马戏团 也在演奏着音乐 观众们在那里 大声的哈哈笑着 这是一些有钱买票的幸运儿 可是呢 有一个人可能没钱买票 因此老在马戏棚外面的排环 想找一个动眼 朝里边瞅瞅 你们别奇怪 亲爱的孩子们 那个人口袋里呀 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了 因为他是非洲的一个穷木铜 马戏团的管理员 接连两次把他抓住 威胁他说 要是再让他抓住 便要把他塞到 狮子笼子里去 可是小木铜 又一次蹭到那里去偷看了 他还时不时头 回头看看那个严厉的管理员 是不是又来抓他了 哦 管理员没有来 可是却发生了一件 更可怕的事情 正当小木铜回头张望的时候 突然 他吓得 冒着掉在了地上 他的全身哆嗦起来 因为 我的天哪 一头大狮子 正朝他慢慢地走来了 而且 那是从唯一可以逃出去的出口那个方向 走来的 小木铜 想掉进了陷阱 他除了发抖和等着倒霉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个可怜的 吓得连一声救命都没响起来喊 可是 事情非常出人意料 狮子在离小木铜大约三不远的地方 停下了脚步 友好的摇起了尾巴 然后他抬起了头 小木铜这才发现 狮子嘴里叼着一张有颜色的纸 狮子瞧了一会儿小木铜 然后把纸放在地上 很快就走了 小木铜轻松地吐了口气 尽管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但出于好奇 他还是想去看看那是什么纸 他捡起了纸 刚一瞧就高兴地跳起来了 啊 太棒了 这是一张看马戏的票 然后他又沉思了一会儿 这怎么可能呢 这只狮子为什么要给它送票来呢 啊 它反复地思考着 脑袋居然开了窍了 这是件好事啊 这头狮子不正是那一回 我在荒野里给它从脚上 拔出一根刺来的那头狮子嘛 幸福的小木铜高兴地喊着 我给它拔了刺 哦 这头好样的老家伙 便记在心上了 准是猎人捉住了它 因为它脚有伤 后来便把它卖到了马戏团 记住了我 如今给我送来了马戏票 哦 它真是好样的 真是以善报善啊 而你们 亲爱的观众们 请好好的记住 要是在哪儿遇到一头 被刺扎了脚的狮子 别管三七二十一 赶快替它爬出来 它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你的 哦 现在我得赶快去看马戏了 哦 我尊敬的观众们 再见了 上帝保佑你 小牧童高兴地跳了一下 随后飞快地跑掉了 啊 到这会儿 木落下来了 演出结束了 哦 啊 哦 不了 哦 啊 哦 啊 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